山脯颱風狂喜台灣 竟然有人當街偷竊 台北兩名男子 趁風雨較小 放颱風架太High 到酒吧狂歡到 清晨屋點 回家半路上不生久栗 其中一名黃性男子 慘跌追倒北市中正區 一間便利商店前7樓 路人剛好經過 好心損扶她起身 發現對方根本不省人事 只好先將她公主抱到路邊 一個小時後 一名裸上身的男子經過 也同樣發揮善心 幫忙打1109報警 只是酒醉的黃姓男子 回家清點身上物品才發現 價值不菲的金手鏈 居然不翼而飛 這下酒都嚇醒了 而動手行竊的 竟然就是幫忙報警的救命恩人 黃金手鏈掛手上金光閃閃的 誠信歹徒其歹念 動手猛拔 結果馬上塞跟頭 另外在台北市林 同樣有竊賊 趁風雨溜進鋼鐵大亨的豪宅偷竊 尤牙剪破窗門 盜取翡翠戒指 手鐲項鍊 甚至連名牌外套都不放過 下手過程還以為沒人在家 落跑跳下圍禮時 還因為天雨陸滑廊被慘衰 但沒想到犯案過程 全被管家募集 貫犬所騎乘機車為 懸掛AB腳車牌 貫犯後常逆於汽車旅館 現場病超過安倍他命吸食器 台風天鋌而走險 趁火打劫 短短三小時就落網 借姚理想下身常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打擾! 還有一期三期的資訊 這是給你